最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Evry Levinny推出新专辑手达那 在经历几次专辑的flop后 已经轮来亚贝拉街后的威伤Evry Levinny推出了AL6手达 还地牢head above water 本来听到这个曲风 虽然也好听 但不是经典的AL风格 以为flop定了 毕竟Evry Levinny真的是哑滚音乐人 flop了十年 上一张Evry Levinny 一起听一张Goodbye Laubba 都没有向市场妥协 才让人无比尊重和期待新作 我印象的Va一直很酷 Smile的开头就是超级表气的歌词 You know that I am a crazy bitch I do what I want when I feel like it 这次风格大变 抱着有心歌听就不错的态度 佛系追星 然而 head above water 这样不被看好的孩子 居然在第二抹了五天后 争气的登上了iTunes的冠军了 而且已吓了大山M能看到这个消息的我 当时就想哭了 虽然怀念以前的VaVa 但head above water 本身并不差 VaVa的Vocal在这单里 比以前所有的单曲都更有力量 算是一首她个人作品里 最大气蓬勃的抒情曲 歌词讲述了她换来母帝的过程和感受 经历了疑惑和人生低谷 她的歌词字字走心 心态也成熟了 虽然head above water 成为iTunes冠军后 不久 Lady Gaga 新歌就来了 而且来势汹汹 夺走冠军导作 但head above water 显然已经完成了任务 但一周能听到 Everybody Va和Lady Gaga 两人的心丹 而且还纷纷夺冠了 还有什么足球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